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第一個步驟的話 先把我們新腳的開關打開 這時候開就不會就卡住了 第二我們要把電器再墊下去 可以到最小 開關開開 稍微轉鬆一點 這時候一些新手的車手門 會比較疑惑的地方在這邊 怎麼拿出來 其實後輪拿出來比較簡單 只要我們把後面輕輕的往上拉 先拉緊 其實後輪就可以脫離我們車身了 那我第一個想要做的 就是把我們的胎椎先壓住 在中間 為什麼呢 因為胎椎假如是咬在圈上 它就會很緊 所以就不好拆 所以很多新手的 或者是沒換過胎的 為什麼會不好拆 是因為它胎椎都咬在胎上 所以一般這個動作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般這個動作是非常重要的 兩邊都要確實壓到地 你看這樣胎就鬆很多了 你就是使用我們的翹太棒 翹太棒為什麼這邊還有一個可以勾的工具 大家要勾哪裡 多人都不想 好 那我們先使用看看 那我們現在要翹之前咧 記得 我們要把我們的胎 外板 這樣 翹一下 後輪在這邊 你看 我們翹起來 這只是讓你躲在鋼身上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搭的用途 因為 各位 好 我們接下來再使用第二支 第二支的話咧 我們一般翹的話 很多新的車友他們會 為了要快 他們就會翹 不是 他們會翹的距離很大 可是這時候是錯的 為什麼 你翹的越 距離越大 它就越緊 手就越翹不開 對 所以一般的話 我們就翹在它的旁邊 兩支 一隻手再壓 一隻手可以多大 就打得夠住 好不好 來第三支 一樣 那這時候咧 第一支就可以拔起來了 好 然後咧 以此類推 OK 只要翹到 它有一定的距離 我們的手可以放得進去 或者是 我們翹太棒 可以方便 刮開的話 其實就可以直接刮開了 所以一般的話 就是建議這樣 為什麼用刮的咧 因為一般有時候 我們的旅圈 旁邊會有一些 異物 OK 現在距離就整個脫離了 那接下來咧 我們就把主要的雷台 拿出來 最好咧 其實一般的話 建議 一般我們要裝新胎的時候 最好是打一點點氣 為什麼咧 因為打一點點氣 第一 保持它 知道 第二咧 比較不容易夾開 那我們先打一點氣 好 一點點就可以了 就是像這樣就可以了 感覺讓內臺有點鼓起來 讓我們有點感情 對 這樣子裝就比較簡單了 可是很多人 他就會急著把內臺塞在外臺裡面 有這樣是錯的 為什麼咧 因為它有可能是刺到 對 所以必須 我們就必須要稍微檢查一下 可是一般我們都是用手 稍微輕輕的 握著我們今天的內臺 外臺 所以輕輕的 可是不要太快 如果有吃到東西的話 順規格過 所以車友要特別留意這部分 對 或者是你可以先看一下 是不是如果是 比較大乾釘子 在我們外 外臺上檢視 可以看到的話就可以 可以把它拔掉 可是我們內臺 要裝之前咧 要記得是我們一樣 裝的話 就是氣櫃先放嘛 來 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記得喔 重點在這邊 我們的輪胎 外胎要蓋著 覆蓋著我們的內胎 好 那一樣我們就是把它放整 然後先把它整理 大致上的會 不過有些車友他會隨便拿 就是隨便這樣做 就好了沒關係 可是因為他們要求要快 可是你反而這樣子 都裝不好 或者是導致又爆開都還沒錯 對 很多車友每次導致又爆開都還沒錯 為什麼內胎都還要裝不好 其實他們的就是 他們的訊息有一些錯誤 好 來 我們今天就把它裝進去 好 因為這樣子裝比較輕鬆 好 你把我們的內胎全部都進去了 好 那我們還是需要 下一個動作就很重要 好 好